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西湖同修会之后 连身法王卢盛宴来到了玄琴堂 连身活佛在玄形堂写下了殊胜的莫报 玄指原事不思议 非佛非即非物 碾花打地即经机独立 象征唯一无上意 行为无为便是为 修法无修便是修 此中妙形成难会 禅法非空亦非有 涅槃中观在其中 祝你两名和尚 三家正宫上司 十六四大法王喀玛报 图登大局上司 敬礼韩臣三宝 师母 各位上司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主教 堂主 先经堂的堂主 跟所有的礼师 各位同盟 大家午安 刚刚呢 就给这个两位同盟 他们做画符的加持 那么我主要谈一下这个画符 因为有很多的同盟 已经受购这个画符的灌顶 有很多同盟都受购画符的灌顶 那画符呢 你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它里面的仪轨 也是非常的繁复 并不是说拿起符来 你画好了符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说 我们 当老师傅的说 会不会画符 会生效 你如果不怎么画符 把庆材跟他说 画符 这符 符跟神都会效应 都会跟你想 画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符本身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弦 一个弦字 一个弦 弦行堂的弦 行 就是说 非常微妙的行为 非常微妙的行为 你画符本身来讲 就是献行 那画符呢 我们重点是这样子 一定这张符出来 明明要有效 才叫做画符 那如果这张符呢 你画出来 没有效 那这个符就不算是符 如何让这个符 有效呢 一个重点 就是活符上 金刚复法 空行诸天 把这个神啊 有放光来加持这一道符 这一道符才会有效 那如何呢 令这一道符有效 就是有它的规矩 有它的规矩 所以画符本身来讲不简单 我们先要做清净 清净 好像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有念清净奏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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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画符嘛 你要一定要念咒 所以符跟咒是配合在一起 符跟咒是配合在一起 那么写下师尊的话 有一定的疑鬼 你一定要先召集 你这一道符呢 他的祖尊是谁 符本身有祖尊 如果是姚之金 你就要召请姚之金 如果是黄金帝使 你要召请黄金帝使 其他的 你通通都要召请 他召请不能随便 召请不是很随便 那你亲近呢 要亲近什么 毛笔 你要画符的那一个笔 一定要让它变成亲近 画符的指也要让它亲近 这是要点 另外呢 你自己也要亲近 再来呢 你要招请 我们讲的这个密教的招请 我们念 奉 哈 奉 俗哈 奉 哈 奉 俗哈 奉 哈 奉 俗哈 那招请他来 你必须要有招请的礼儀 招请的礼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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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礼儀 你请师尊来 那你必须要 用香花去请 香花 香花 請香花飲 這是一個招請的這個儀式 用花來招請 剛剛世尊一到 有很多人這個獻花 獻這個香花 獻花 這個就是招請 請世尊來 沒禮 喔 世尊來了 那麼就請進吧 沒有香花飲 香花請 剛剛有獻花還好 你要招請一個佛菩薩來 要供養香花燈茶果 要清淨供 你請金剛來 要用酒 要用肉 用酒跟肉 去造酒 那是有規矩 都是有規矩 所以你要請他來 你一定要供養他 他才會來 他不會說 你說請你來 他就來 他請你走 連請他走 有時候都忘掉 沒有請他走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走 就在待在這裡 請你 請你這個走 所以密教的手印 所以密教的手印 有所謂的送車落 送車落 送車落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用一步 馬西利便子 請他坐上去 送他回到西方其樂世界 這個叫送車落 這個也有手印 也有手印 請他走 我們像拍掌彈指 是請他來 請他走 拍掌彈指 也是請他走 請他這個離開 都有遺軌 你用車子 用這個 雲 用雲 用雲 用法座 請他走 這個都是有遺軌 來跟送 都是有遺軌 他如果來 來的時候 你知道他來了 你就可以拿筆 清淨過的筆 清淨過的紙 清淨過的末 然後 開始畫 畫好了 我們要哈 哈氣 哈氣 硬符頭符尾 然後 祈求他加持這一張 放光加倍這一張 這樣子這個畫 才會有效 西雅圖彩虹雷藏寺 連身法王主持 護魔法會 歡迎您報名參加 並且收看 網路直播 詳情請洽 049-2312-992 各位觀眾 連身法王 在新書中提到 在這個地水火風 不定有災的時代 我們可多持大舊難舊 舊渡災劫 超拔亡靈 協助家園重建 營養兩億 並請您多多參與 真佛宗課道場的法會 當代法王作家 盧聖燕文集 已進入第230册了 請您絕對不能錯過 敬請期待盧聖燕最新著作 又一番雨過 詳情請電 049-2312-992 所以不可以隨便 不可以隨便 畫符是不能夠隨便 而且儀歸很多 有的時候還要點香 備香案 然後請佛菩薩 然後還要親近這裡的地方 畫符的時候啊 也不能讓這個 慘笑的人進來 就是說你肚子有孩子 有baby 不能讓他進來 有待笑的 也不能讓他進來 有這個養雞啊 養狗啦 養貓啦 養這些動物的 也不能讓他進來 你在畫符的時候 是要完全親近的 不只要自己身口衣親近 還要所有的這個壇場 通通都要親近 很莊嚴樹木的請求佛菩薩來放光架實 那這個就是你很莊嚴的畫符 你很莊嚴的去做這個畫符的工作 那不像現在啊 很多人這個畫符 什麼都沒有 他就畫一畫 好嘞 可以啦 他也沒有請佛菩薩來 他也沒有怎麼樣子 這個都是不可以的 不合畫文的衣鬼 這能夠隨便 這能夠隨便 可以進菜 是成像 我們在畫都是同修以後再畫 可以 但是你還是要好像是說 要在親近的地方 你身口意親近 所有畫的東西親近 你的坦誠親近 那麼你 他有來放光加持 這樣子是可以 這樣子是可以 所以那個 我們平時在請神來 先要親近自己 就是有一條歌啊 有一條 有一個請自己親近的那個 就是 心中 主力點 三萬六千輸 萬五 生主在 雄主三五中 有些人都會唱這條歌 這個 他們 在 招請的時候 就是這樣 那麼 念前面這兩句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身體裡面的 三萬六千輸 全部都親近 你還非常自在的 住在三寶之中 佛法身的三寶之中 這樣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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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要親差威 的開格型 來 親差威的開格型 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包括修法 也是要親近身口律 也是要親近彈一層 那你在修法的時候 你請佛菩薩下降 跟畫不一樣 你修法也要請佛菩薩下降 還是要做供養 所以前面的 所有的儀軌 你都要做 你才可以畫法 所以儀軌做不到 那你就是要神通廣大 神通廣大就是說 我把我的身口意 供養給佛菩薩 像師尊 平時給人家灌點 我也要招勤啊 每一次你看 看看我哪做這個佛菩薩的像 佛菩薩的像 放在兒前 那麼我也是在念招勤奏 也招勤他 每一次吃飯 我都有招勤 供養 每一次 供養鬼神仲 我都有招勤 也有供養 招勤跟供養 是我們行責 每一天要做的 所以你在這個化福 就是要招勤 要供養 我們修法 也是招勤 也要供養 這個道理 大家都應該要知道 不能夠隨便 不能夠隨便 因為佛菩薩 不是說這個 不是青菜 不是路材 不是你的用人 你看 說來 他就來 你說照 他就照 那太隨便了吧 對不對 否則有時候 我們要請一個佛菩薩來 金剛靈 金剛廚 搖啊搖啊 搖啊 搖搖搖 這樣子 就是在招勤他 那個時候在念咒 就身口欲清淨 一切招勤 請來受供 他來了 你才把所有的事情講給他聽 還有一點 你要化福的時候 這一張福 是請給哪一個人的 哪個住者 哪一個人 這樣子 跟灌頂一樣啊 以前有一個這個 東南亞的弟子 寄來一百塊美金啊 他說他要灌一百個頂 一個頂一塊錢啊 一個頂一塊錢美金啊 這個就是錯誤的 你灌一個頂 一塊錢美金 你一塊錢美金能夠買什麼呢 他以前在那個馬來西亞 他寄了兩塊錢的馬幣 兩塊錢的馬幣 兩個錢 一個是要安太歲 一個要安太歲 一個要安光明燈 安太歲 一塊錢是安太歲 一塊錢安光明燈 另外呢 他想說 如果有剩,就供養师尊,两户面的麻痹,一块钱要安冠冕灯,一块钱要安太岁,如果有剩,要供養师尊,实在是,有时候要衡量,要衡量, 我们衡量的意思就是讲说,虽然你不是很有钱,但是你衡量自己,衡量自己,你必须要知道疑鬼,那没有钱的人没有关系,这个贫折一灯啊,买一个灯做供养也可以,佛菩萨看你的心, 他并不是真正来吃你的这些供养,他观察到你的心,你的心是非常的真诚,所以才有贫折一灯啊,的这种故事, 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很穷的人,把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买了一个很小的灯,去供佛,一阵风来,把所有的灯全部都吹起,只有这个最小的灯,他在那边挂练, 这个阿难就问佛,所有的灯全部吹起,为什么最小的这个,微弱的这一个最小的灯,他发光发亮,佛陀就讲,这个供灯的人很穷,但是他已经把他的全部的钱, 去买了这个灯,去买了这个灯,来供养,其他的不是全部,其他的只是说,我是富豪,那我供一个大灯,那他还有很多的钱,只有这个人是拿他的全部的钱,去买一个最小的灯来供养,所以他的灯不灭, 是他的真诚的灯,所以凭则一灯,你虽然没有钱供养,你用一个灯供养,买一个灯供养,买一个果供养,买一朵花供养,也等于你是你真诚的供养,这样也是可以, 不在于,不在于多跟少,而是在于你心有没有真诚,像师尊,这个,昨天,在《香法雷藏》,是做《十人金刚》的灯点,照理说,这个仪轨不是很重要, 仪轨不是很周情,仪轨不是很周情,因为你没有做《十人金刚》的火供,没有做《十人金刚》的法会,没有做《十人金刚》的修法,你的供迹也不足, 我说有酒吗?他说有,拿高粱酒出来,我说有肉吗?他说没有,其实那时候我应该讲,你要去买一块肉,至少你请金刚来,要有酒,有肉,遗鬼才全, 但是他去买一块肉,但是他去买肉,我坐在那边等,就已经热得要死,会担到,所以我用最虔诚的性,去招请《十人金刚》,用酒去引起他, 他也慈悲降了,所以真诚,真诚第一,真诚最重要,真诚最重要,你真实的心,非常的诚意,去化这一道,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神会感动,佛会感动,他会下降,来曝光,你自己到佛就可以成,这样大家了解了 所以我今天讲化佛,不是这个佛菩萨,不是让你随便招请来,他就来,随便喊他走,他就走,就可以 所以,一定要,以鬼要走前,最重要的,具备你真诚的心,这是最重要的 那谢谢大家,Oh my God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走,什么方向,比较正确这里 那这个堂叫咸行堂,那咸行的这个行字就是走,就是要你走出去,走出去,不能老停不在那里,说我上次来,你也停不在这里,这一次来也停不在这里, 但是,那个行根本没有行,对不对,你有玄,有玄,就是说,有这么好的广 有这么好的这个,这个玄妙的广 但是,但是行也没有行啊,没有走出去啊,你至少要走出去,度众生 那你只要走出去,度众生,度几个金主 你这个墙并就会扩大 是什么地方